第五集正在播出 重庆 心理 我不知道你的属不属性 不少 不少 一个叫什么 叫成口这地方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没有 那 那个叫什么 昌白堂 你也没去过 没有 没啥事啊 我今天找你呢 也就是随便聊聊 你可以先回去 如果你回去以后 有什么事情想起来了 要找我的话 可以随时到这儿来 问题看似无关痛痒 其实真真见血 本来可以立即抓捕 却放他回来 郑运霞甚至有些感激李公安 尤其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很明显像是要给他一个自首的机会 把他监控起来 马上向神理汇报 平时对他热情有加的邻居街坊 似乎都在疏远他 他已经置身于一张无形的网中 还逃吗 郑运霞逃亡以来第一次犹豫了 逃亡 无非是躲避镇压和惩罚 但是 现在呢 我们俩里 Golub が出現的事 平时交易 当时不風 stair行 需要 不要 分家 免照 平时光Да 于是 主际 已是 毕以 Wel 于是 其 秘密立的 sel 增加 安 都就是 你今天何大娘过来找我了 她问我你以前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你以前的事情啊 你以前到底怎么了 她还说你最近有点不一样 让我注意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你最近很不正常 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我有什么瞒着你的 我有什么瞒着你的 有什么动作欺杀的 你是这一枪 你是瞒着我 你还想敌来吗 丑岗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做了个狠狠 我做了解 仅是 武士 我给你说 是 是 是 只要睡觉 八年了 八年的东朵西藏 胆战心惊 终于结束了 郑云霞知道 自己迟早有这一天 而且她想好了 如果这一天到了 会自己来结束这一切 这也是 她为自己的妻子 唯一能做的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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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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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罪自杀的举动让贵州公安证实 郑运侠只是孤身逃亡的惨特 并未与其他组织联系 可以立即抓捕 郑云霞 你被捕了 郑云霞 他的逃亡与被捕 创下了一个当代中国之罪 他是最后一个 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降级参特 公安人员将郑云霞递接到重庆 关进了专门羁押反革命嫌犯的 重庆市第二看守所 难道人生是一个圆圈 从这里开始青春 竟还要在这里一腔毙命 公开审判之时 围观的人群中定然有闻讯而来的 昔日好友街坊邻居 如果妻儿老母还在这座城市里 那又将是怎样的情何一看 来 签字 欢迎 她此时有了复旧感 也产生了莫大的恐惧 却又奇怪地生出了一丝暖暖 死在熟悉的孤土 总也强于在他乡异地 做个孤魂野鬼 郑雨侠 从今以后 号就是1269 记住 第二天上午十点 看守所对他进行了初次审讯 犯人进监狱后 24小时之内 都得进行这种初讯 郑运侠熟知这个惯例 他有些琢磨不透 即将面临的审讯手段 是寻常惯例 政治诱详 还是言行逼供 所以他决意要以他训练有素的 反审讯技能来以不变应万变 说轻不说重 说小不说大 说远不说近 说世界不说细节 1269 你接受过特务训练吗 参加过 在市政府的公民训练所 和反共工作人员训练班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是受过全能训练的独特 他惊恐地发现 这不是一次惯例的初训 只有证据确凿 证据练完整 才会使用这种开门见山的方法 郑云霞进一步确认 自己真的是暴露无遗 看守所 看守所里每天有固定的放风时间 郑云霞请求不和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而独自在一旁练太极 看守所同意了他这个 看似有点奇怪的请求 他的真正动机 是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见 城南职业学校教室的屋脊 那学校是他祖父开办的 房子原是他家的老屋 郑云霞 你交代一下解放前夕 你在市党部销毁机密文件的情况 销毁机密文件 没有这事情啊 销毁行动是绝密行动 周边警备森严 动手焚毁的只有他一个人 虽然当时他曾怀疑被人偷拍 但是从八年多来 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来看 中共情报人员 很可能没有拍到自己的正面 也就是说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应该是绝无人证物证可查 所以他毫不迟疑地 失口否认 你要那叫 你要老实叫 我没有罪 他倒很不在乎 又说他不老实什么的 他就说 那你要说我不老实 你能把我枪毙了吗 让你们审判 坐在一个囚犯的位置上 让你们审判 近距离地面对死亡 郑运霞变得十分狂躁 他甚至对审讯人员大喊大叫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过 他心里蹦出来六个字 只认输 不认罪 但是你说我有罪 我不服 我死也不服 其实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无比的恐惧 这种恐惧颇为特殊 不是单纯地害怕血染刑场 而是恐惧于一种仇恨 恐惧 在末代皇帝溥仪著名的回忆录 我的前半生里被准确地描述过 令我恐惧的是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 我认为就是由于这种仇恨的力量 所以十六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 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 化妆得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 一想到这个现实 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 实际上 从郑运侠利用练功机会遥望古居 公安干警已经判断出 他的内心必然留恋于浓浓的亲情 也肯定隐藏着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求生欲望 名字幕提供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材料 我在市场部收回档案的时候 那半边路我们都是急不间间断绝通信 那个照片在申请我里头都拿出来了 在国务方面的都搞不赢共产党 终于结束了 也许老天早就安排好了 让我这种罪大恶计的人 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我认罪 我认罪 认罪夫法是对的 不过您要清楚 认罪夫法只是改造的一个奇点 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 这才是最后的问题 您不用这样说 像我这种满身血债的人 我知道被抓住之后的结果 我认罪夫法 你错了 新中国是依法惩治罪恶 不是打击暴户 我们对那些弃恶从善的犯罪分子 可以减刑 就连大战犯也可以设计 关键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改造的行动和决心 好好改造吧 你会有希望 8年了 与伪装的身份 畸形的生活 无人诉说的往事和精神压抑临近崩溃相比 这如同瀑布倾泻一般的坦白交代 对郑运侠来说是一种救赎 不光是恐吓中共高层 身背三大血案 还参共救国军 警通法律的郑运侠深信 任何国家处置这种战犯 都属罪不容诛 任何等待都是难熬的 更何况是等死 巨大的心理压力使郑运侠病倒在床 而在医院 他还碰到了一个令他十分厌恶的人 警察 八年了 少见了 别来无恙 七个人 六条命 站住 站住 别跑 一场杀戮在武汉市郊进行 七名中共地下工作者 正被国民党宪兵特高组便衣截杀 指挥官宋惠和 别名宋良 早年是中共武汉地下组织重要成员之一 后叛变 他专门负责全部由便捷者组成的特务队 他出卖一百多人 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机关几乎损失殆尽 七名地下党除奸队员奉命秘财 致其重伤 恐惧激起了他报复的受信 宋惠和癫狂地迫害中共地下力量 头上绷带刚刚包扎完毕 他就亲自率领武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的便衣特务 追杀中共行动小组 这个人先出卖共产党 投降国民党 最后被逐出组织 身份的变化都改变不了郑运霞对此人不齿的态度 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 宋惠和就要改变他后半生的人生走向 万人公审大会在重庆学田湾体育场举行 十天前的一审判决中郑运霞被判处死刑 他没有上诉 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在这次终审判决中被改判为 有期徒刑十五年 说实在话 我从来是很少调研的 那天是万人公审大会 几乎死生痛苦 感到这个共产党对我的脱胎环骨 让我重做新人 129 听说你有情况向我汇报 是 我认识宋惠和 我要揭发他 要送粮 最早是中共地下党党员 后来背叛了共产党 你不要惊讶 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以血还血的 对宋惠和判处无期徒刑 对自己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一切的一切 是郑运霞彻底折服于共产党人的改造政策 根据我罪悟 不杀不住一批民分 后来中共中央称之反革命 新规定 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不是我的民党 是中共的政策为大 中共给我的在生 民党 我实际就是 我的共产党生命后的没有忘记 1988年7月 郑运霞的前长官陈利夫 在台湾率领 33名国民党中央评议员 连署提出 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 在当时 允许我们 从台北通信的时候 我就同城地府联系了 有法治疗人 罢了 郑文侠等人 有赖九十两 我就通过 对台湾 通担部 公开写信在台北的 高台北同学同事 我说我今天有赖九十两 我这两个都对了 希望你们美兔之反 也跟我一样 共同地认识这个两 创造自己的光明前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 Rou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